明天的热点后市要带一关新 美国政府最新发布安全警讯 他们监测到65岁以上的长者 接种BNT次世代双架疫苗之后 有比较高的几率会发生缺血性的中风 而国内今年疫苗政策 也考虑要购买这款疫苗 是否会因此暂缓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这个警讯属于初步监测 目前还是会考虑购买 除非证实了疫苗跟中风有直接关联 才会暂停采购计划 美国机关中心13号在官网公布最新监测 发现BNT次世代双架疫苗 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但还没证实会构成实际风险 有官员透露 他们统计接种的65岁以上长者 有部分出现缺血性中风 但无人因此死亡 至于莫德纳次世代双架疫苗 则没出现类似现象 美国CDC更表示 这样的情况容易在接种后三周内出现 并非四到六周后 对此国内医师这么看 医师认为 接种BNT次世代双架疫苗 是否较容易引发长者中风 佐证数据还不足 而指挥官王毕胜也特地在脸书发文表示 国内目前只有莫德纳次世代双架疫苗 而且一切监测正常 由于指挥中心日前曾表示 不排除会采购BNT次世代双架疫苗 但现在美国传出这样的消息 我国还会继续采购吗 王毕胜强调即使BNT公司农历年后可能来访 也不代表一定要采购 会观察后续情形 而目前美国CDC仍建议持续施打 指挥中心透露 目前还是朝采购方向前进 也强调美国公布的是最初步的警讯 如果证实跟中风有相关性 就会停止采购计划 继续报道